大家好,我是小胖 咱们今天来看一下218年 武神坛的各大豪门的一个战神以及阵容情况 这个星期的6日 就是这个月的武神坛开的比较早 因为9月1号它就是一个星期日 就算一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的周末 就是正规的武神坛比赛 先来看上一届复战冠军紫英城 紫英城这边 这就是一个标标准准 现在的一个主流的阵容 女儿、盘斯、武装三大风系 化身、地府、普陀三个补助 配合着九离、大当神木三个叔叔 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现代 可以说是最主流 也是最标准的一套 九人的战斗模式 九人的战斗模式 当然紫禁城的普陀山的话 也是有高商神器 所以说在关键时刻 它是可以切换到利普托 去帮助紫禁城打一个三宫的 因为现在利普托在于三宫队里边的表现 大家都是 看得比较清晰的 也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咱们期待紫禁城的表现 紫禁城这一年的话 选择戴的是一个五百万的战胜 上一年已经拿到过一个武神坛冠军 这一年能不能实现两连冠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上年武神坛的亚军钓鱼岛 鱼岛这边跟其他不太一样 鱼岛这边是没有上盘斯 他们选择上的是一个女儿方寸武装的一个三风体系 方寸山也是轮走的方寸山 至大没了盘斯以后到现在 一直没有盘斯 当然盘斯在PK中的作用 现在确实没有以前那么亮眼了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方寸山主要是为了配合他们的人参国 在带一个无底洞他们的火山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不能报名的 所以这一年选择带了一个无底洞 输出的话就是九黎 立武装神灵 大家会不会发现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鱼岛没有带大藏 他选择带了他们之前用的比较强势的人参国立武装 以及一个新出来的九黎城 这是鱼岛九黎城 首次在武神灵出现 但是经验的话 在这些顶级豪门里不算太高了 477亿 名字还没有变成紫色 他现在应该是个画五或者画六的一个情况 还没有达到画九 画九以后名字就会变颜色了 鱼岛这一年的话 选择带的是一个400万的战士 鱼岛最近成绩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 进冠军的次数的 进决赛的次数也是比较的多 期待他们这套不带大藏的阵容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挥 咱们再来看一下珍宝格 那珍宝格这一年呢 也在阵容上做了一个调整 大家看到珍宝格的阵容里面 也是没有盘思 风系选择带的是一个女儿武装的双翁铁鞋 输出的话 双九离 大唐加神 他们带了四个输出 普多山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输出 应该是大部分时间 以宗师普多的形式去登场 普多化身 英草地三个输出 普多山可以算输出 也可以算输出 这就是宝格的一个阵容 上一年我记得没错的话 球恐妙是携带了一个双九离 这一年的话 珍宝格又携带了一个双九离 他们选择去淘汰掉的一个风险 这就又回到上个服务器 咱们说的那个问题 就盘思在现在的PK里的作用 不如以前那么强 也不能说它不强 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强 所以说看看双九离 因为低等级现在多九离的阵容 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高等级的话 也就是上一年曲腐玩的这么一下 现在珍宝格双九离已经基本成型 那期待 他也可以其实相应的去玩一个三宫 比如说双九离再配合的一个什么礼 也不是说不行 现在阵容变化太多了 尤其是九离成的出现 打脱了以前 那个携带阵容的一个格局 这个PK会越来越有意思了 期待 宝格说一下 宝格这年也是带了一个400万的战士 他们现在都不怎么攒 这个龙小的 那咱们也来看一下 曲浦孔庙的一个阵容 曲浦孔庙这边选择戴的是 女儿武装的双风底屑 化身地府普陀山的三幅柱 再带着大方神明里 九离成多的一个五里洞 他们也不带磐斯 这又回头了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今年拿过冠军的四个福气 除了紫离成都不带磐斯 那其实有力有力吧 你在不带磐斯的话 你在竞选方面可能 对手一进你的女儿也好 一进你的武装也好 你的风系可能显得不是那么够用 但是就像瑜导和曲浦带的这么一个五里洞 关键时刻其实也是可以去客串一下风系的 五里的风系也不是那么太多 关键时刻五里洞也可以去招育 比如说打到决赛了 因为他们进决赛的概率其实不低的 这几个福气 进决赛的概率不低 有五里洞的话 假如说遇到了一定的竞选 化真词一定是要被禁掉的 再配另一个门盘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去舍弃化身词 上一个五里洞 到时候主要是猜真 主要是猜真 如果拿定主意 对面上什么什么阵容 不用五里洞可以打的话 那真的可以选择不要化身词 那可以提到的是 这连徐府的话 也是携带了一个1200万的战神 也是所有强谷里边携带战神最多的 自从上一次2700万战神 煞鱼而归以后 徐府好像也是没有冠军入战 后半年徐府需要一个冠军来稳定军心 来稳定军心 这连战神戴的依旧是最高的 普德山的徐府的普德山 他们也是有一个高伤神器的 就他这个刹那无尽神 这普德山也是有高伤神器 也就是关键时刻 他也是去可以可串一个物理普德山 功夫多善 刚才说过 他现在在三宫队里的表现 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期待去这个月的一个发挥 这个月他们并没有去带双流利 放弃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这边是选择带了一个600万的战神 600万的战神 生日快乐这边的阵容就跟紫禁城的一样 就是标标准准现在的9人阵容 特别标准 生日快乐已经距离上次拿冠军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了 已经没有印象了 他们每一连都在为自己的冠军 痛死 今年离冠军最近的应该就是上个月的群雄足夺的决赛 跟钓鱼道去打不得指挥 钓鱼道 但是遗憾 差一点点 没能赢下比赛 这一连的话 生日又是携带了600万的战神 又在为自己今年的一贯去冲刺 加油吧 他们现在团队整体来说 就是近几个月啊 或者是近两年 其实都处在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啊 老板走走来来 走走来来的 希望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啊 能打破这个林冠军的魔咒吧 咱们再来看一下西站老街 西站老街这一连的话并没有太战神 他们的整体阵容的话 就是哎 又跟紫星辰的一样啊 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九人阵容 风老呢 因为北京赛 能打小组赛 打不了淘汰赛 至于淘汰赛能走多远 他们团队里还有其他的指挥 也是具备很强的指挥能力的 相信也是可以把整个团队带上一个正轨啊 不说取得多好的成绩 最起码保持自己的成规能力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他们整体团队也杀了老板走走来来 走走来来 跟生快乐其实遇到了一样的困境 没有一个稳定的团队 导致了他们的成绩 现在也是不太好啊 也是说了少年子盘冠军都不知道啥时候了 应该是去年二月份了吧 啊 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拿到过冠军了 期待他们这一连的一个发挥 福子庙这边也是灵战神啊 也是标标准准的一套阵容 也是现代了九离神 但福子庙的九离神经验偏低啊 只有三百多亿的一个经验 肯定在输出啊 或者是速度方面会受到一些影响 为什么说经验不足会影响他的属性呢 你想想他要有潜能果 对吧 有辅助技能 有正规的门派技能 他还要去化肾 然后领保 法宝 各种东西都需要去修 都需要去消耗经验 你如果经验不够高的话 你这些东西满不了 假说你辅助技能没满 啊 或者是你这个啊 潜能果不够 那你自然而然属性影响就很大了啊 所以三百多亿的经验 还是远远不太够用的 他们在建会里 也没见到他们去使用九笔城 也就是说对于指挥来说 可能对九笔城的熟悉程度 仅限于对面有九笔 啊 仅限于录像 仅限于对面有九笔来跟你打啊 你怎么去应对九笔 没有自己真正的上手去操刀过九笔城啊 那这要是九笔城去上场 能不能打出效果 那还得看指挥的一个天赋了啊 可能我看别人PK我就会用了啊 也有相信天赋确实有 嗯 富泽苗的话 这脸是灵 战争也是自打上次天击城 被削弱以后 富泽苗可以说是一蹶不振啊 创新的话 现在创新没有用啊 现在说宝宝 啊 你如果宝宝不到位 地厅不到位 你哪怕在这种方面去创新 你很难去赢一下 咱们说的头顶上的那四个武器 太难了 咱们期待出怎么样的一个发挥 咱们再来看一下青楼啊 青楼那边的话 其他这种也差不多 最主要的是 他们也是没有带盘斯 选择多带的一个灵波城啊 有大藏九笔 灵波神木四个输出 啊 有四个输出 哎 这什么意思 啊 青楼的话也是没有带战神 最近青楼好像自打词书这边 好像也不太出面以后 嗯 青楼现在的声音比较低啊 当然由于有菠萝和这个王小剑的一个原因啊 青楼其实在那个 就是场面上还是可以的啊 之前还流传着青楼要去 另外一个福气去打不战啊 但好像也是不了了之了 现在整体团队的话 实力跟很多团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跟前面尤其前面这些团队 有一定的差距 就说白了 还是宝宝方面的问题啊 人物的装备的话 他们差又能差到哪里去 其实装备 大差不差 差不了多少属性 更多的也是在宝宝方面的问题 咱们也看过青楼很多比赛 主要问题在那儿 就是我可以打 没有什么啊 我可以点杀你的大头呀 点杀你的什么呀 点死以后 没有 没有以后 啊 点死了以后就没有 然后后边需要出地厅去冲刺的时候 发现不是轮子太少啊 就是地厅数量不太够用 导致了比赛输掉了 至于前面不能出地厅的时候啊 那打的其实跟其他那些顶尖豪门 打的还是有来有回的 一旦到了最后啊 要劲的那一下的时候啊 要射门的时候发现 腿没劲啊 没有足够的地厅 足够强的地厅 去支撑他 把这一球射进门 这是最难的 现在就是宝宝的问题 宝宝的问题 期待其中 咱们再来看一下雪山啊 以水雪山的话 现在已经没有选拔了 表弟已经成为稳定的啊 表弟他们团队已经成为稳定的 打不断团队了 也可以说应该以后也会有大选拔的 别人确实跟他们团队比起来 现在差距是有一些大的啊 但是现在雪山这一脸的话 六百万的战神 在这种方面也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啊 也带了方寸 也带了第五双 也带了大唐 没有酒离城啊 他们把法系 轰炸机的法系 也是转到了魔王寨啊 之前玩过一段时间的什么 最早期轰炸机 其实就是魔王嘛 随大流转到了什么 但是回头想想 还是喜欢玩魔王 又回到了魔王 可能在这种方面 或者是打法方面 有了自己的一个心思路吧 现在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啊 就整个团队现在相当的稳定 又不需要打选吧 对吧 老板呢 又比较稳定 所以说在这种方面 也可以去做一个调整啊 期待雪山 这一年的法会 六百万战神啊 只有五百万战神 呃 猴哥啊 咱们看一下绍兴建湖 这个月的话 猴哥是没有带战神啊 也在慢慢的攒啊 也带了酒离城 可以看到他们的酒离城 只有二百多亿的经验 二百多亿经验 着实是有一些不够用啊 但没办法 现在没有这东西 你没法打PK啊 啊 在这种方面很受限制啊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进十六强了 哈哈 有三个三四个月了吧 啊 没有进过十六强了 啊 啊 猴哥这边 期待他的一个发挥吧 啊 整体阵容方面就是主流的 这套 这套三分系 三分三速度 比较主流 这就是这一连 二百一十八连 各大武器所显得的阵容 以及战神情况啊 大家在这个周末 星期六的小赛 星期五日的 好赛 散布 敬请关注 拜拜 拜拜